好 我们看128经 讲到这个 他说 有这个 五寿阴 何等为五 色寿响行寺 就是有五韵 鱼之无闻凡夫 这个是很常见的 就是 佛陀把 把这个人分成两类 一类就是凡夫 一个是圣者 凡夫基本上就是 他的重点就在他愚痴 就是我们刚才讲他观念没有改变 或是他一直直取错误的观念 所以他 之所以是凡夫 是因为他愚痴没有智慧 之所以是圣者 因为他有智慧 那智慧从哪里来 从多蚊来 那因为多蚊有智慧 才成为圣地 才能够超凡入圣 所以 暗境里面你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比对 鱼吃无闻凡夫 怎样 怎样 多蚊圣地址是怎样 怎样 那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 我们现在的状态是属于鱼吃无闻凡夫这边 但是要走向多蚊圣地址这一边 这个是很常见的 像这里讲 鱼吃无闻凡夫 那么他的问题在哪里 那多蚊圣地址 那应该怎么样 你看底下他 底下他一定会讲 鱼吃无闻凡夫是怎么样 他为什么叫做鱼吃无闻凡夫 那现在这是一个圣框 就是圣框 那你之所以学佛成为佛地址 基本上就是要从鱼吃无闻凡夫的这种状态 那么超越变成多蚊圣地址的状态 所以你看他后面 前面这个第四行 这个我们看这个127的1234 128经的 那么他讲 鱼吃无闻凡夫 为什么叫做鱼吃无闻凡夫 世民鱼吃无闻凡夫 然后他讲了几个理由 然后后面 这一部经的倒数1234 第四行 第五行第六行 那说多蚊圣地址是怎样怎样 那么因为他怎样 所以叫做多蚊圣地址 那么他就举出他这两宗的关键 跟跟我们刚才讲的是一样的 他现在这些就是他这种观念 不断在说明 佛陀不管是从哪个角度说法 他基本上你会发现到 他就是 就是 他有一个说法的宗旨 他目的就是这样告诉你 是要改变你的现状 让你从这个现状 变成这样的东西 这就是改变一个状态 我们就说超凡陆圣 那明显都是这样 就像刚才讲的 那么 弹者跟舌弹 取弹者跟舌弹者 你要从取弹者变成舌弹者 你要从智者 你要从 余者变成智者 那么余痴无闻凡夫 余痴无闻凡夫 余痴无闻凡夫 因为一个是因一个是果 圣地址 那圣地址当然就是佛陀的地址 那可以超凡陆圣 那我们现在是佛陀的地址 我们现在就是佛地址 学佛 为什么学佛 学佛就是要从这个状态到这个状态 那一般你不学佛的人 外道 他一直在这个状态 他只是这个状态里面 产生变化而已 在这个状态里面 也许高也许低 就是六道轮回 他就是这样高高低低高高低低 那么这样来回 比如说地狱 恶鬼 畜生 畜生恶鬼 然后忽然间 做人 人又下来 然后忽然间 然后等他几天又到升天去了 然后又下来 然后人一向这样 就六道轮回转来转去 那苦乐不一定 苦乐这样不断转换 他没有办法跳离住这个层次 那么他之所以一直是凡夫 凡夫是六道五 凡夫就是六道 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 没有其他的路 他就是这条路而已 那顶多就是我们看三界 就三界六道轮回 那这个是一个状态 一直以来都有的状态 那么一直以来有的状态是因为 原因是因为鱼吃 我们叫无名 那根本无名就是 无名是很多 那根本无名就是不知无我 不知五运无我 这个是根本无名 所以基本上印象印里面都从根本上讲 那就是比较粗的来讲 就是说不知夜报 不知善恶 那不知道正道 都不知道这些 就无名 那无名是因为他无闻 就是鱼吃是因为他无闻 他没有去学习 他没有去学习 学习没有学习到正确的 就是他没有清净善事 他没有听闻正法 那这个是无闻 那听闻正法之后 他不愿意改变 不愿意舍 没有如理 或是他听了之后 他没有想对 他没有真正去理解这个道理 理解了道理之后 他没有真正去实践 他舍不掉 所以基本上就是 你要清净善事 听闻正法 那么现在是圣地子 佛地子就是清净善事 佛是最大的善知识 佛讲的法一定是正法 其他人还不一定 佛讲的一定是正法 那么问题就在于 你能不能依照这个法 你有没有理解这个法 理解了有没有遵照这个法去实践 就法随法邪嘛 所以这个叫适欲留之嘛 成为圣地子成为圣者的 圣地子是圣人的地子 或是你是佛地子里面的圣人 那也可以讲圣者 那么基本上多文是因为智慧多文 是因为你智慧才可以成圣 那智慧来自于多文 那阿安经里面讲什么叫多文 什么叫多文 你知无运无我就是多文 什么是说法 说无运无我就是说法 这阿安经里面有这样讲 那所以我们现在是从余痴无文 反复到智慧圣地子的阶段 那告诉你 那你现在这个阶段是所谓余痴 是余痴在哪里 那反复是一个状态 你要改变反复的状态 你必须改变愚痴的状态 你要改变愚痴的状态 你要改变愚痴的状态 你就必须改变无文的状态 你必须要多文 那就是这样阿 好 我们看 所以他这里讲 现在开始讲 他说有无运 那么余痴吻凡夫 不如时之 如其事实 不如时之 色 色己色灭 色未色患色离 就是我们讲的 极灭未患离 那我们学过 我们知道阿安经里面 一个就是未患离 一个就是厌离毅灭禁 那有时候讲极灭未患离 那其实就是从不同的角度说而已 通常我们说的是苦极灭到 苦五蕴就是苦 五蕴就是苦 五蕴就是苦 那么极 或者前面说的有生 有生有生极 一样的道理 你就把前面写的稍微再 再讲一下就知道了 苦极灭到 通常是一般最基础的说法 最完整的说法是这样 有时候讲未患离 那 未 有时候讲未患离 未 患离 有时候讲 愿离欲灭禁 有时候合起来讲就变成极灭未患离 像这里讲的就是极灭未患离 那前面的五蕴就是苦 苦极灭未患离 那这里常常就是用五蕴来代表 那五蕴就是受想行事 看这个经文 五蕴赤离 五蕴赤离就是苦 有生就是苦 或者叫做有生 那么这个五蕴基本上 色受 它都是叫做五蕴 色受想行事 好 那么你不了解你现在的状态 你这个五蕴 因为五蕴是苦 它是问题的根本 那你不如实之色受想行事 为什么不如实之 就会变成愚痴无法夫 就会受苦 因为你就是懒着 我们讲到根本就是自体爱 境界爱的问题 就是执取 执取这个色受想行事 就是爱取 因为爱取才导致有 爱取有嘛 缘取不是这样的吗 就是爱取 那爱取是因为什么 无名 所以无名贪爱 无名就是不如实之 你看 你既然把它看起来 你就知道 为什么这么讲 那提起来都是苦其灭道的 那因为 因为你执取这个 执取这个 那执取这个 就是执取这个五蕴为实 为真 所以你执取 你爱取 爱取是因为你不如实之 你才会爱取嘛 你不如实之 不如实之 五蕴无我 它不真实 那因为你不如实之 所以不如实之 其实是无名 对我的无知 至于这个我 就好像你把 你把那个铁当成黄金 那宝贝人要死 然后不如实之 无之 我们叫无名 也说叫无名 其实就是无名 所以无名是 无名的根本 无名有很多 根本就是 不如实之 五一无我 所以他 现在一个一个讲 就是不如实之色 你看他这里的经文就是这样 不如实之色 如果我们再讲不如实之色 不如实之受 不如实之想 不如实之行 不如实之事 那不如实之色 底下有就 如果以极灭未患 你来讲 极灭未患你来讲 不如实之色 不如实之色疾 不如实之色灭 不如实之色畏 你万离 那你都不如实之 你说为什么 比如说你只有这个身体 这是身体嘛 这个是心嘛 那么感受 那这个 这个 种种的想象 然后种种的思考意愿 那种种的分别 好 那么你因为不如实之 不如实之 不如实之他为什么会这样子 所以你 他 那些极灭 就是说 一般我们讲 如果从苦极灭到来讲 这个就是因嘛 苦因嘛 你不晓得 我这个身体 会造成我的苦 就是我执着五蕴 会造成我的苦 那你不晓得 他就是苦因 那你就不断不断 就好像你 我们刚才讲的就是 你执取这个东西 其实是你生死轮回的因 但是你不晓得 你还觉得 他会给你带来利益 那你就不断这样做 不断这样做 就不断累积生死轮回的因 就不断累积邪见 人家是正见真上 你是邪见真上 就会变成这样 因为你不断一次一次的做啊 那一次一次的认可啊 一次一次的在做这些行为之后 产生随喜、殊胜、肯定的感觉 你每做一次 你就被决输胜一次 你每做一次 你就自我肯定 别人再肯定你一次 你不断久了就变成邪见真上啊 这个是很正常的啊 那这样就是不断不断在累积 急就是因嘛 累积这个苦因嘛 所以你不晓得要消失它 你不晓得要去除它 不晓得要舍掉它 灭 那畏就是畏着嘛 那你就不断不断畏着 那么形成过患又不知道处理 那你当然就一直 又不能舍嘛 你不能舍嘛 那你当然就 问题就一直存在啊 很简单的道理啊 所以他这里讲 不管是未患离 还是厌离欲灭尽 还是苦极灭道 还是极灭未患离 那前面那个无韵就是苦嘛 苦极灭未患离 未患离是 你知道你在执着 但是你之所以能够舍 是因为你知道 这样的执着是错的 那有一些虽然知道执着是错的 他不能舍是因为 虽然是错 但是他还有一些功用 他还有一些对 然后这些对 这些对 可以掩饰掉这些错 他是这样认为 所以他才不能舍的 那也因为这样 所以他就不能离 不能离 那不能离 当然就不能离苦 那他是在讲这个道理 好我们底下看 所以他这里讲 极灭未患离 不如时之 不如时之 无知无明 于色 因为你不如时之的缘故 你就会怎么样 取着 这个行为 或是这样的修行方式 这样的观念 你不是真知道 你说我知道我知道 但是你还继续这样做 跟你讲抽烟对身体不好 也会给别人不好的影响 人家会讨厌 我知道我知道 那等一下又拿起来抽了 那没多久又拿起来抽了 那个知道就知道不是真知道 你说这个没有证件 知道知道 没有多久又这样做了 你说烟共活共 很多人现在很流行这种 因为有人在推广 烟共活共 那你说你知道你知道 那你等一下你又这样做了 那表示说你不是真知道 那告诉你人死了 你拜那个嚼尾饭 咖啡饭没有用 你说我知道我知道 但是又觉得 如果没有拜 万一他要吃没得吃 还是拜好了 就是你说这个知道 不是真知道 那告诉你 你烧那一些 烧那一些房子 烧那一些钱 给他是没有用的 知道知道知道 但是万一要呢 他就烧过去了 我现在看到有人烧飞机的 真的有人烧飞机 现在烧房子 烧车 烧信用卡 就不奇怪了 那我看到有人 坐了一个纸飞机然后烧 他觉得他的爸爸 要有一个交通工具 然后就烧了一个飞机 让他去开 实在是 那么这个 这个你说我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 那知道你要这样做 就表示你不如实 你知道是不好 但是不好是不好 但是他还是有好的啊 就是这样 所以他还是取着他那个好的 如果他完全知道 这个是不好的 他绝对不会取着 不会 他就是你跟他讲不好的 他知道 但是他还没跟你讲的就是 有很多好的你不知道 他知道 所以他执着那个好的啊 他执着那个好的 他一定有所执着他才舍不掉 一定是这样子的 如果你完全认为不好 你不会不舍掉 就好像我们常常讲 上厕所的时候大便的时候 气贪嗔痴 贪嗔痴 我们丢掉这个大便 就好像丢掉贪嗔痴 我们丢掉这个贪嗔痴 就好像丢掉大便 完全没有任何眷恋 没有任何保留 你说大便虽然臭 虽然是不好 但毕竟是我自己生产的啊 毕竟是在我曾经 在我肚子里面留一些东西啊 那我们虽然不好 但是我们保留一点好了 不要全部把它丢掉 保留一点在肚子里面 你会这样吗 不会 能够多干净就多干净 都还怕不干净耶 对不对 那个你之所以要保留 你之所以还会取就是因为 你还觉得有一份好的在里面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完全舍 舍清干净 因为你不如十字 一人是子 那世间上当然无益有一些表面的利益 当然都有一些表面的利益 那么你如果没有 没有在这个地方很如实 如实 完全正确彻底的明白 你是不容易舍掉的 真的 那当你不容易舍掉的时候 你就不容易有智慧 真正的智慧 你不容易有真正的智慧 你就不可能向解脱 你可以向善 但是很难向上向解脱 我们讲过嘛 修行就是要用三个地方来衡量自己 向善 向善 然后向解脱 那通常我们世间的人就做到这个而已 顶多就是人天上法 你还是上法 有顶多有 但是你要提升 就很难了 你要提升就很难了 你就一直保留在这个层次 那偶尔高一点低一点 就应该就在这里而已 但是你要往上提升就不容易了 那么提升到更向解脱也没有 因为你就没有 因为你没有解脱的因啊 你没有解脱的因 因为这些政见 这些政见你没有的话 你很难得解脱 你没有 不是得解脱 是你向着解脱的路走 你都没有 只是向着解脱的路走都没有 妈祖的信徒也很虔诚啊 他们也是向善啊 他一样是向善啊 很多宗教徒都向善啊 很多宗教徒都向善啊 但是一辈子就是保持在这种状态 然后以后升到天界去 他很难超越到 比现在更好 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啊 更提升上去 没有办法 那更何况说要出三界 那就很难了 所以那是佛教徒不只是要这样 不只是要人天上法 不只是要这样 不只是要现世过幸福快乐的日子 不只是要未来过幸福快乐的日子 不只是要不跺三二道而已 他要出三界得解脱 那么更殊胜的就是希望也带领别人 也能够告诉别人真正的道理 真正的修行 真正的殊胜 真正的功德在哪里 其实是这样子的 好 那我们底下看 所以因为他不知道 就会怎么样 热着 于色所热 赞叹 细着 住 住就是安住 那这个就是四种层次 热 赞叹 细着 安住 安住就是一直在这种状态里面 喜欢 赞叹 细着 那么这个就安住 安住在 就是一直一直有这种状态 就好像我们说 那你认为这个是好的 所以你就一直这样做 一直这样做 你现在也感觉到好 那别人也说好 那你就一直喜欢 因为实际上也带给你好处 实际上也带给你好处 你就觉得殊胜 有功德 那有一些 如果还有一些灵验 有一些感应的话 那你就觉得更殊胜 但是你不晓得这样的状态 其实是一种懒着 而且这个利益只是短暂的 表面的 不是实质的利益 也不是长久的利益 它不能够引发你向上向解脱 没办法 那你就会一直安住在 这种状态里面 那就这样过生活 就这样休闲 一日复一日 一月复一月 一年复一年 之后 死了之后 再来还是这样 同样的人 不是同样的人 不是同样的人 但是就是 这些人死了又再来 又一起聚集 又一起聚集 然后慢慢又形成 因为因缘嘛 就会让这些人又聚在一起 又做这样的行为 又觉得舒适 就这样 一直一直 一直下去 那三界六道就是这样一起 一起的 那做鬼了 因为大家修修 有一次修偏了 那大家说到鬼神道 就一直做鬼 那有一次又修偏了 多路畜生道 大家一直做畜生 就这样 那有的没有就是 你是我家养的狗 我是你家养的猫 就变成这样 那还是在一起 还是在一起 还是觉得自己 就自己有那个缘嘛 有那个缘 有那个缘 那都是有那个心 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 造那个缘 所以 因为 于色 其实就是 于这个五蕴 那我们说 敬也一样 于这个敬热佐 那 赞叹 细佐安住 色夫所夫 内夫所夫 不知根本 不知经济 不知处理 好 他这里就是 你就被 被这个利益 被这个表面的利益 被这个幻象 被这个假象门片了 绑住了 细佐住了 所以我说 刚才讲的时候 有些他就会觉得 这个瓦会殊胜 然后很多人喜欢这个瓦会 也能够在瓦会中 有一些感应 然后也被感殊胜 然后幻想着 超度些什么人 超度些什么人 然后你就这样 一次又一次的 一次又一次的 就这样一直做这些事 那么这些事 而且赞叹这些事 你还觉得 你做了没关系 你还赞叹 那赞叹就又影响别人 那你所影响的人 又回头过来影响你 为什么 大家都觉得瓦胜 你不做的时候 他会告诉你 师父我们怎么不做 因为你已经让他 感觉到瓦胜了 那么他在这里面得到安慰 他这里面 他已经执着这个东西了 那么他就会 回头过来影响你 你不做的时候 他会要求你做 真的就是这样 那你做了之后 让他们都更觉瓦胜 那你一开始 还不是完全认同 后来就渐渐渐渐认同 那你后来认同 就觉得这个是必须的 这个不能没有 后来就慢慢这样了 真的 我看过的都是这样 后来就是 你又觉得这个不能没有 你后来就会觉得 这个是真实的佛法 然后就觉得这个是北传 中国佛教最殊胜的 其他南传的 藏传的还不一定有 只有北传独有 那就是独家秘方 又特别有效的 我告诉你 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真的 所以有一些法师他就会觉得 这个北传的这些法会 超度法会 是北传佛教特有的 应该好好地跟他保留 并且发扬光大 我听到都快昏倒 那么这种 听我讲 他真的会让你产生这种错觉 会让你产生 很多人在这种错觉中 在这种幻觉中 幻想着自己的亲人都怎么样 因为这个法会超度了 最殊胜最方便的 那就开始 那你说这个是佛法吗 那甚至 我只要尽心尽力 请了很多人来 连地狱的 连地狱的亲人都可以超度 这种殊胜其他人的没有 只有我们这里有 那你就慢慢慢慢 大家也在这里幻想嘛 都幻想 那幻想完了之后 就被觉出生 如果还有一些灵感 有一些鬼到众生 他会来捉弄你 他就知道你想这些 那变成你爸爸妈妈的案子 告诉你 哎呀我本来在地狱好苦啊 那是因为你那天这个 我现在到身上添上去啦 因为 然后你就感应啦 做梦梦见啦 然后开始又要求再参加这个 那这鬼为什么要这样跟你讲 让你们很多人都做这个 以后这些都是我的兄弟啊 会生到他鬼到众生去啊 那你就修鬼神相应法嘛 这很简单的道理啊 那很多人不晓得就幻想这些东西 然后以为这个是最殊胜的佛法 那就在这边产生怎么样 细着了 忽着了 拦着了 赞叹 拦着 安住 一年过一年 那么一世过一世就这样 生生世世就在这里 滚啊 滚 那久了久了 你遇见正法的能力就弱了喔 因为你的心没有在正法上 所以你 你这个心以后遇见正法的机会就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啊 你遇见善知识的机会也越来越少 为什么 跟你的心跟你的业有关系 所以你就 因为你没有那个正法的心 也不照做正法的业 你就很难有正法的缘 很难 那你没有正法的缘 又不能引发你起正见 久而久而就变成 你慢慢外道的力量就越来越弱 越来越浓 那如果有的话 你外道的力量就越来越弱 你能舍的话 你外道的力量就越来越弱 越来越弱 你就正法的心 感召正法的缘 照做正法的业 后来一辈子一辈子这样来 你就渐渐向上 向解脱 你好好想这个道理 因为我们不是这一生修行而已 也不是只有这一生在修行而已 也不是只有这一生要修行而已 我们还有很多生 就好像你不是过今天而已 你今天过的 你吃的东西不好会影响明天 甚至会影响到十年后的你 你这个行为 不小心弄断手了 可能会影响你十年后二十年后 都一生 甚至有时一生会影响 所以你要好好想这个道理 你这一生到底要修什么法 因为它在这个地方 这里讲的是五蕴 但是我们的问题 我们现在的问题 多数不在五蕴身上 多数在我们修行的方法 在这个静 在这个静 我们取着那个静 有五蕴 取着的那个静 十二处 那取着的射手对的 就是射身相会触法 言而彼此生理所对的射身相会触法上面 这里讲的是射受想形式的射 那也一样 那你之所以很简单 它还是一样 那么你这个静 你为什么取着这个静 是要回来影响我自己的吗 让我感觉输 我感觉输胜 我就会执取这个东西 我会一直想拥有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射受想形式 就是身心状态 我为了让我身体变好 我必须要什么 要吃营养的 要吃得好 要过得好 要吃得好 要过得好 我要有钱啊 我的钱从哪里来 我当然要靠种种的方法 那这些慢慢慢慢就变成 你就是指着这个射 用错误的方法去完成 不是很真实必要的目标 那么就慢慢慢慢累积累积 累积的东西是错的 所以一射所乐 它是指着这个身体 指着这个身体 那么细着安住 那么射夫首夫 因为被这个身体 因为你爱着这个身体 你就被这个身体的变化所绑住了 像很多人比较 非常爱漂亮的 那么他一旦眼睛有一条鱼蚊伸出来 那比他长了一个瘤 他还难过 那么他会一直很在意 那么有没有斑点 有没有皱纹 想办法要让自己保持没有皱纹 或是他就被他绑住了 那一旦有一条皱纹 他就会非常难过好几天 那因为难过 因为产生其他的皱纹出来 就变成这样 可是不管你怎么保养 他都必然会走向这一步 所以他就被他绑住了 你执着什么 你就容易在那个地方痛苦 你就陷入什么东西里面 比如说你很执着吃的 有没有营养 你有一餐吃到没有营养的 你就心里面很挂岸 想讲又觉得这样讲好像我没休息 你忍三天忍不住 你就要讲 因为你被他绑住了 被他绑住了 如果你执着干净 执着营养 执着健康 执着不管你执着什么 那都是跟你这个身体有关 因为是你这个身体叫受用 你的感觉 我感觉不好 那你这样的态度让我感觉不好 那你必须要改变你的态度 那你有没有去想 你这种感觉从哪里来 那你如果一直在意这种感觉 那么只要有一个人 有这种对你态度不好 你不是天天不要很痛苦 那你就是被他绑住了 你被你自己的感受感觉绑住了 那这种感觉又讲到感应这一部分 那么你如果追求感应追求灵验 那么有一次没有感应 你就觉得这个方法是不是没有效 有感应的你就觉得这个方法肯定有效 你的邪见有时候就是被你的受想形式的 这个直取绑住了 你被你的感觉绑住了 那你一直跳不出来 所以有很多人做法会 然后看到有一些什么状态 那么他就觉得这个是殊胜的 这个是有帮助的 那么他就在被这个东西绑住绑架住了 那他没有办法脱离 没有办法脱离 一直在错误的东西里面 他当然不可能有什么真实的利益 这个是很明白的道理 所以色夫所夫 内夫所夫 那么不知根本 不知经济 就是你被他绑住 你的观念 你的行为都深深受这个影响 因为不如实之嘛 你知道的是错误的 你一直以为 举个例来讲 有些人 有一些人赚钱 他没有用正当的方式 他一直以为有钱就有幸福 所以他一生都在追求有钱 那为了有钱 那么抛家弃子 或为了有钱不择手段 那么伤害了朋友 伤害了家庭 等到他有钱的时候 他发现有钱没有幸福 有钱没有快乐 这个时候要弥补回来又很难了 那么如果他的观念错误 就会让他一直去追求这种东西 他被这种错误的价值观绑住了 导致于他一生在追求 追求不到的时候 他会很痛苦 因为他会一直觉得 我现在之所以痛苦 就是因为我不够有钱 不有钱 人家就不尊重我 不尊重我 我又得不到更好的机会 所以我一定要让自己有钱 所以一辈子在追求有钱的时候 不择手段 所以得不到人家的尊重 那么他一直错误的认为 我之所以现在会被人家看不起 不够就是因为我没有钱 所以他朝这个目标 他被这个观念绑住了 所以他一直去追求 让他更有钱 他觉得有钱了 但是人家还是不尊重他 他就会觉得 因为我还不够有钱 所以他在追求的过程中 一直要达到那个目标 那如果没有达到 他一生就这么认定 都是因为我不够有钱 如果达到了 已经是他最有钱的 人家还是不尊重他 他就 他这个时候已经 他还是会觉得 他还是觉得 那还是我不够有钱 或是他知道 他已经知道 非常有钱了 已经知道 钱并不就是代表幸福的时候 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时间改变了 已经是怎么样 人要死了 那所以我们修行 也不要变成世间人这个样子 你一直这样觉得 这样是殊胜 一直到你要死了 发现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而且你会恐慌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才发现 原来 原来我每年每月都在超度 都在帮助很多恶鬼众生 但是我自己都没办法脱离 我认为的超度的这一些 三恶道众生不知道有没有我不知道 因为你也没看见过 就算看了也不一定是真的 那问题是我内心中的贪嗔痴 贪婪嫉妒愚痴 这一些三恶道的 三恶道的众生是因为 由三恶道的一夜形成的 三恶道的一夜是由三恶道的烦恼形成的 三恶道的烦恼是 但是常常起三恶道的烦恼是因为 没有正确的质件带来的 所以你内心中 人为什么会六道轮回 因为有那个因 有那个三恶道的因没有去掉 没有去掉 你没有去掉 所以时不时二元二因来了 你就长出来 长出来 那长到一定的势力 它就变成占据了其他的 那变成它主导了 那主导了没多久 夜成熟都剁三恶道 那就是这个原因 那我们用正见 不外乎就是 让这个 我们内在那个因 没有断的因 它不成长 那调伏住嘛 用这些正见 用这些正与正业正面 那么势力比较大 人之所以做人是因为 并不是他 并不是他没有造三恶道的也不是 而是他造 他人的夜比三恶道的夜强 他之所谓升天 并不是他只有升天的夜 只是他升天的夜 比其他的夜强 他可能有第一的夜 但是第一的夜 没有升天的夜强 所以他升天 你做人 你并不是没有三恶道的夜 只是你做人的夜比较强 那你其他的夜还在啊 那你如果不趁你做人的时候 有机会的时候处理 你认为你什么时候有机会处理 你剁三恶道的时候 是没有办法处理的 他只能增长 只能受夜而已 那你现在做人 你不赶快把那些三恶道的夜 处理掉 甚至把它弄到一个 他没有办法违换的地步 你没有机会处理 那你现在还在培养那些三恶道的因 邪见 没有正确的观念 那你还在跟这些鬼神相应的法里面 不断在熏悉 你认为你能超度谁 你自己都要变成鬼神道的一部分了 你还要超度谁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道理 要好好想 所以不知根本 不知经济 不知处理 这是三个 你看它又是三个状态 不知根本 根本的道理 就是你原因到底是什么 不知 它其实上就是不知 无知嘛 那学习佛法就是要让我们 从无知到什么 到正知 就是你要知道 不知根本 不知经济 不知处理 那这是什么概念呢 根本就是 根本原因嘛 苦的原因嘛 根本是什么 根本就是我贱啊 我贱我爱啊 所以他就讲无韵嘛 当然这个是从根本讲 所以苦 追究到这前面是无名嘛 这个就是缘起嘛 那无名行事 明社六处处说 爱其有生老病死 悠悲闹苦 那基本上是这样 那是因为有这个五韵生 所以就有这一些 生老病死悠悲闹的问题存在嘛 如果没有这个生 当然就没有嘛 那不知根本 不知道问题的根本 那我见我爱是根本 那为什么会有我见我爱 长期以来是有的啊 所以你不断累积的 刚才跟你讲了 这些道理啊 那你一次一次又累积 你又不知道去除 你没有证件嘛 没有多文嘛 你没有智慧嘛 你不如实之就是因为 你没有智慧 你没看清楚 没有看清楚 想明白 做正确 没有这样做嘛 那当然你都没办法解决问题啊 不知经济 经济就是渡口嘛 你不知道关键在哪里嘛 你在苦海里面 不知道哪里可以靠岸嘛 你不知道那个关键 解决的关键是什么 你不知道那个关键 不知道那个出口在哪里 你走不出去啊 那学习佛法就是要让你知道这个东西啊 苦极灭道 经济是什么 经济就是道啊 正道啊 八正道 八正道第一个就是正见啊 正见正思维才引发什么 正与正业正命啊 正见正思维才引发正与正业正命嘛 你才能改变你的行为嘛 要先在这个我见 就是智慧这一部分 才能引导你有正当的行为 要不然你的正与正业 你的行为 身口意 拿你的生活方式 维持生活的方式 都是不正确的 你每增加一次 其实只是增加一次的负担而已 那我们不是 我们是每修行一次 每参加过一次法会 我们都减一层的负担 就加一层的正见 那如果没有 你每参加过一次法会 你就加一次的斜见 又增加一次 三二到一的负担 那你何苦呢 那所以 一正见正思维 正与正业正面 那么 才往上正经济 正面正定而得解脱嘛 基本上是这样的 加工用学嘛 这个是八正道的次第啊 然后正念 它就养成习惯了 然后 之后就解脱嘛 那你不知道这个渡口 不知道这个关键 那告诉你苦的根本 那么 关键处就是在爱取嘛 爱取有嘛 根本是无名嘛 关键是爱取 直取嘛 贪爱而直取 如果一元起的道理来讲是这样的嘛 根本是无名嘛 关键就是那个爱取 因贪爱而直取嘛 那为什么贪爱而直取是怎么来的 当然就是六根对六成嘛 所以四明射六处处受 就是这些啊 就是这些 然后以贪爱而直取啊 那你如果不知道处理 你就一直在这里贪爱直取 以无名为根本 然后贪爱直取 贪爱直取 所以你不知根本 不知经济 不知处理 那因为这样导致于 你不得解脱 不得离苦 没有办法正见真上 没有办法 出离三二道 没有办法 永离三土八纳 就算你做人了 你会生到邪见边地的地方 你会没有办法遇到佛法 你遇到佛法的时候 四字变充 你不相信佛法 不相信正法 你相信的是那些相似佛法 邪见真上的 你看看 妙禅也没讲什么殊胜的东西 他有讲元旗无欲无我吗 都没有 为什么那么多人 赞叹是父感恩是父 还送他车 送他房子 送他什么 甘心甘愿奉献 为什么 他们都笨人了 他们都笨的吗 他们在事业上都有成就 他们也不笨 此心此业此缘 互相肯定 互相赞叹 互相影响 鱼吃跟鱼吃的人 互相影响 喝酒跟喝酒的人 他一定是 哇 我只能喝三杯 你能够喝三瓶 哇 你好厉害 他听了不是感觉输胜吗 倍感输胜吗 他不是 哇 他是厂长去找这些人拼酒 赌博的人 我每次都输钱 你每次都赢钱 他不是倍感输胜吗 那么他很容易遇见相应的人 产生相应 很容易遇见有缘的人 互相影响 那久了久了 你还不斜见真相 那你这样的缘 怎么能够生在有佛国土呢 怎么能够生在正见相应的地方呢 就算你没有造二月 你也会失智变充 你会生到边地 没有佛法的地方 那你学佛是为了什么 你要好好想这些问题 那不知根本 不知经济 不知处理 你不晓得问题的原因在哪里 你也不晓得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关键是什么 那你也没有心要处理 你不能舍 你没有心要处理 那你不知道方法 你就是有心要处理 知道的方法不对 你就是有心要处理 也处理不了 那这个就是问题所在啊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 多文兴许 不断不断地学习佛法 要学而实习之 要博学 审问圣思明辩 为什么要这样子 为什么要那么辛苦 因为我们不想未来 一直这么辛苦 那所以这个应该就是 因为我们读这些经啊 重点不是累积我们的知识 让我们告诉别人 我读过杂阿韩经 那不是这样 你读过杂阿韩经又怎么样 提伯达多三藏十二部 他也都背起来啊 佛陀能讲的他都能讲啊 我告诉你 阿难读的经 阿难听的经 比任何一个比丘都多 但是阿难是在佛陀 我们面后才证阿罗汉的 那当然阿难已经算很出胜了 他最后还证阿罗汉 而且他已经在佛陀的时候 已经证出国了 但是不代表你知识累积得多 他就能够产生作用 不一定 但是你没有知识 一定没有作用 你没有天马无闻嘛 鱼翅无闻凡夫嘛 所以一个就是你要多闻 多闻你所听闻来的佛法 对于你的政见真上 到底产生多少影响 就从你的正与正业正面 可以看得出来 可以看得出来 你一直在做什么 你坚持要做什么 为什么 就可以知道你根深底固的观念是什么 你一直用这个方法来解决问题 就知道 就知道你有政见没政见 你一直用这种方式来维持生活 就知道你有政见没 有政见正思维也没有 所以政见正思维也引发正与正业正面嘛 那你的修行方式 由这一些政见思维也在引发 在引发正经济正念正定嘛 那么才导致你解脱的嘛 都跟政见有关系 问题是你的政见不是如实之的 不是如实之 不是事实 不是真实 是错误的 是虚妄的 是不如实的 那这个我们都要好好想啊真的 我们不要自己骗自己 然后骗久了就觉得 真的是这样子 那么你后来你也没有想要骗人 但是你把你所感应的告诉别人 别人也相信 那后来就是大家互相欺骗 但是其实你也没有要骗人 但是你就是被自己骗了 被自己的色受想行事骗了 那这个是很 我们在佛教里面看到很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 那来看 所以因为这样 被这个烦恼 愚痴无名绑住了 所以 爱取 重点是贪爱 你贪爱的东西 是不是你所需要的 就是你要取什么 你要舍什么 那么这个叫做愚痴无人反复 以夫生以夫死 烦恼 就是被他束缚 捆绑 以夫从此事至他事 所以我们刚才讲 不只是影响这一世 不只是影响这一世 不只是影响这一生 还影响什么 生生世世 而且因为互相影响 因为互相影响 所以从此事至他事 至于比 你到了另外一世 到了另外一个国土 还是这样 以夫生以夫死 这叫轮回 偶尔好一点 升到天上 因为你带着这个观念 虽然做善业 你也一样不知根本 不知经济 不知处理 你就会安住在那个 好的境界里面而已 那为什么天人都有天眼通 为什么天人都有天眼通 但是天人得解脱的非常少 天人都知道佛 佛陀殊 跟一般我们凡夫的肉眼 不知道这个是圣人 天人是知道的 天人他有天眼 他知道 他知道好不好 他能够分辨 而且他心是好的 天人不太会起恶心 会有那个习惯的善业的原因 他也知道 他看到佛的光明 他也起欢喜 天人也会起欢喜心 但是欢喜是欢喜 他不学习 他安住在那个什么 安乐的境界里面 我们今天如果知道有一个阿罗 或是今天有一个佛出世 我们就会 那种心就不一样 但是天人他知道啊 他明明知道佛在哪里啊 他是 你看 你看这个佛弟子 佛弟子 天文佛宝生到天上去的 正果的不要讲 还没正果的 生到天上去 那么他一开始 他一开始知道佛陀 他刚到身 刚升到天上去的时候 刚升到天上去的时候 知道佛陀 知道他为什么升到天上 因为天人升到天上 他会想 这里是哪里 道立天 我为什么升到道立天 因为我在佛陀时代 受八观摘戒 受五戒行善法 升到这个天上去 他就会感恩佛陀 佛陀在哪里说法他就会去听 佛陀在哪里说法他就会去听 久了久了在天上太响呼了 他如果那个政界没有增上的话 根本没有的话 久了久了他就安住在 那个安乐的境界里面 就越来越少次了 以前是只要佛陀说法他就会下去 后来就变成一个月一次 后来就变成一年一次 后来就不去了 真的到佛陀路面 没有啦就也不去了 也不学习佛法了 就不会了 就不会了 所以他就变成 因为他的政界没有具足 那么他从天上掉下来的时候 他就会跟他以前 比较多的缘又相应 慢慢慢慢慢慢 他不一定 不一定可以在佛法上得到利益 不一定 如果照理讲天人都有天眼啊 而且他有神通啊 他要到哪里很容易啊 这样讲的话他解脱应该比较快啊 而且他善业力量强啊 他又不太在二月 跟人又不一样 但是为什么 人得解脱的比较多 天得解脱的比较少 人学佛的比较多 天学佛的比较少 为什么 有政界的佛的者都希望生到人间 好学佛 那照理讲天上出路无碍啊 我们还要坐高铁 他根本就不用 他自己本身就是 就是一个高铁啊 他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啊 那照理讲他应该比较殊 比较快啊 没有 没有 那个就是什么 那个就是他 他 以夫生以夫死 那个烦恼 他那个习惯 你在这一世 如果你不养成这种习惯 你未来很可能胜天 那如果你有邪见的话 你也一样会做鬼喔 会跟鬼相相应 会做鬼道 好一点的就是天龙八部 因为你还有持戒啊 你也有持戒啊 你也有行善啊 所以他会有威得利 会有威得利 大力鬼神嘛 金刚神嘛 你可能会做这个 那如果好一点的就升天 那但是 这一世 几百年几千年 这个月报进了之后 又一样 又回到最原点 还是一样随着因缘 起烦恼 再恶业 然后就这样 从此事到他事 那下一次再遇见佛法 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因为你佛法的因缘不生啊 你佛法的因缘不生 感召不到有佛国土去 或是生到有佛国土 或是生到有法相应的地方 感召不到 那么这个是很现实的例子 你要好好想 所以即使到了另外一世 你还是这样过日子啊 还是这样的因缘啊 于彼亦 亦父 亦父生亦父死 这个叫做余痴无吻凡复 所以说他这样 他这里讲 随谋自在入谋网中 谋就是什么 烦恼谋生死谋吗 最重要是这样嘛 就是烦恼谋生死谋 慢慢慢慢你的佛法就变成相似佛法 慢慢慢慢你的相似佛法就变成外道法 我告诉你很多都是这样 那你就后来你就坚持 你的外道法是正确的佛法 那你就一直这样修外道法 你还不伸到外道去 你还不感召外道的因缘 所以随谋自在入谋网中 随谋所化 谋夫所夫 唯谋所欠 这是一个很实在的 因为我们现在状况 很多都是这样 很多都是这样 就是外道法 鬼神法 那么你就是在这些影响里面 他影响你 你又影响人 那互相影响 然后大家牵在一块 这个普能品叫做 你起真心 我要起真心 然后互相影响 互相起真心 互相觉得这个地方不亲近 这些人不亲近 那其实大家都不亲近 就堕入罗刹鬼国 明明是人 但是心是罗刹 所以当下都是罗刹鬼国 就是这样啊 明明是佛教徒 可是当下大家都邪见 都外道相依 其实都是外道 当下堕入魔王 外道嘛 你看一样就是这样啊 所以这个我们学佛的人 要好好想一想 好 今天先讲到这里 后面寿舍长员事 一样啊 我们就下次再讲 好 大家合掌回响 愿以此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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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接共成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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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应该是有事